您现在收看的是灿烂时光会客室 我是节目主持人管中翔 灿烂时光会客室是由公民行动营记录资料库独立制作 我们透过人物的专访 议题的整理 新闻的回顾 带大家去了解到正义性事件背后 值得我们要再关注的一些议题 让我们不是只有看热闹 还能够看议题的门道 我们有Podcast频道 也有YouTube频道 欢迎大家来订阅收听收看 今天要来谈这个题目 这个题目本身有一个法案 法案的名称非常的长 我实在记不住叫做 重点领域产学合作及人才培育创新条例 这个看起来是跟整个台湾的教育 跟国家发展 产业发展有非常高度相关的一个法案 但是比较有趣 比较奇特的是在 这个法案事实上 在去年的11月26号 行政院通过了 然后快速的送到立法院来进行审议 那在3月20几号的时候 其实也经过了这个 这个出审 可是这个过程当中有很多很多疑虑 然后也没有太多公开的讨论 甚至相关的当事人 其实也没有参与到在这个讨论当中 所以呢 台湾高等教育产业工会也在上个月开了 记者会对这件事情提出了非常严厉的抨击 所以今天在节目当中跟大家邀请到的是 台湾高等教育产业工会的理事长 来跟大家讨论这个话题 周平老师你好 你好 各位灿烂时光会客室的朋友们 大家好 很高兴受访 周老师其实同时也是南华大学的教授 那我这期节目其实跟我有点关系 因为我是节目的主持人 同时也是高教工会的副理事长 所以我可能要一开始的时候 跟大家声明我自己的身份 那大家对于这个内容的讨论 也至少有一个判断的基础 那在我们正式的这个访问周老师之前 我们先来看一段影片来看看 这件事情到底是怎么回事 民法院初审通过了国家重点领域的 产学合作和人才培育创新条例 如果完成三读的话 研究顶尖的国立大学 可以和研究领先企业 合作设立国家重点领域的研究学院 但国立大学禁止和中资企业合作 企业所投入的资金也不可以有中资 半导体产业为台湾撑起一片天 但台积电联发科等龙头 曾当面向总统蔡英文反映缺人才困境 教育部为此提出国家重点领域产学合作 及人才培育创新条例草案 并经立法院教委会22号出审通过 研究顶尖的国立大学 可和研发领先的企业 合作设立一个研究学院 设两到三个硕博班 聚焦国家重点领域的高阶科技人才 从AI 半导体 循环经济 智慧机械 新农业 金融 都有可能是未来我们会纳入整理的对象 以沙盒创新模式引入产业资源 小规模事办松绑法规和组织人士 教育部认为可达到产学研三营 对此清大表示已做好准备 若条例三读通过一定会提出申请 不过原本以为政府找资金 学校提申请 现在看来并非如此 清大表示原本规划两亿设立半导体学院 接下来得看合作企业的资金额度来调整 教育部则表示 合作企业资金需高于政府资金 政府资金来自国发基金 不使用原有的销务基金 而且立委附带决议通过 禁止和中资企业合作 投入资金不得有中资 教育部强调政府跨部会 审议会大学监督会 以及研究学院管理会 能够有效把关 只是高教工会批评国立大学 恐割让为外界控制的租借 而且至今没有任何评估报告 也未曾召开公厅会 不排除有进一步的发声与抗议 记者李小惠 沈志明台北报道 我们刚刚看到这个影片里头 看到了这个产业条例 看到这个教育部所提出来的 这个政策的说法 然后也看到很多的大学校长 对这件事情是非常的支持 那不过在里头也稍微提到了 高教工会 可是高教工会的意见呢 相对之下 并没有那么清楚的这个呈现出来 那所以我们今天就要请教 这个周平理事长来跟我们谈一下 这样的一个这个条例 重点条例到底有什么样的问题 我想刚刚我们在一开始开场的时候 把这个条例的这个过程 讲得很秘密 那的确上 的确也是在跟过去 我们看到相关的立法的过程 有一点比较不同的地方是 它的速度蛮快的 然后有一些公开的讨论 该有的公厅会 也似乎没有这个举办 或是很少人知道 那我想先请教这个周老师 就是先简单的介绍一下 这个重点条例的本身 以及当时工会怎么发现的 这样的一个条例的这个审查的历程 好啊 我很乐意跟大家分享我们的观察 这个条例真的是非常长 那我们可以再念一遍 全名叫做国家重点领域 产学合作及人才创新条例 真的是非常长 你没有念对 人才培育创新条例 人才培育创新条例 没礼貌 好 那这个条例呢 整个政策形成的过程是这样子的 就在去年11月的时候 当然教育部提出这个草案 然后立法院院会通过 通过之后12月份的时候 就进行了一次立法院的答询 就是潘文中教育部长 就回答所有的委员提出来的疑议 那主要是教育文化委员会 那我看了逐字稿 当然我们也是非常晚进才知道 也就是说 它并没有及时让大众知道 这整个政策形成的过程 我看了逐字稿之后 我也就是捏了一把冷汗 因为绝大部分的委员提 这个问题的时候 基本上都是肯定的 或者甚至于还想要就是加码 而不只是什么重点领域 我们还要有其他的文化事业 各种各样的 都应该要适用这个条例 所以我又更加的担心 这个重点领域 如果通过的话 现有的所谓的大学自治 学术自由 或者甚至于很多 就是无论是在心理 或是在防壁上面的 很多现有的制度 可能都要被瓦解 因为重点条例 它基本上有一个精神 就是所谓的松绑 Deregulation 这个Deregulation 似乎是希望制度是有弹性的 但是我们其实已经运作了 非常长久的时间 比如说包含产学合作的制度 如果照现有的松绑的方式 就看起来非常像当年执政党 甚至于蔡英文所反对的 所谓的自由经济示范区 自经区 当年他们反对这样的松绑 可是现在的松绑 几乎它基本的原理预设都是一样的 为什么就可以了呢 所以这个前后不预置 当然利害关系人 刚刚有提到 所有的相关的利害关系人 社会大众 学生 教师 这些人并没有被充分告知 也没有机会进行公共讨论 所以这个法案 其实太过诡异了 令人怀疑 刚刚周老师有提到 这个法案的本身 在程序上面 是有很多疑虑的地方 但是我们回到这个内容来看 或是这个精神来看 刚刚你谈到 有几个重要的概念 第一个是松绑 那台湾很多人觉得说 这个台湾的过去教育 是很僵化的 那在很多的大学 要办学 都会受到条条规规的这个限制 那松绑有什么 不好吗 那第二个 其实这个条例的本身 是希望能够去 培育人才 那培育人才 有很大一个部分 就是当然是要重点培育 那希望能够跟产业 有一些合作 那这个有什么不好吗 到底这个条文的内容 有什么样的问题 让你们觉得 这个案子是 有这么大的疑虑呢 那松绑的概念 它背后 要看它的价值预设 在某些议题上面 教育部或者是 国家对于大学教育 是确实应该要松绑 但是要松绑的地方是要对的 那不该松绑的地方呢 却松绑 那可能会造成非常多的弊端 像过去高教里面 有很多的议题 很多的弊案 其实就是因为政府的松绑造成的 或者是比如说高教的扩张 某种程度也是松绑的概念 那衍生出了今天非常多的问题 但今天不是主题 所以我就不谈它了 所以我赞成松绑 但是松绑什么 这当然也是要弄清楚的 那现有的所谓的 Deregulation 它牵涉到的是什么呢 就是在大学里面 我们高教工会秘书长 甚至于称之为 成立一个怪兽 这个怪兽呢 就是一个研究学院 它是企业出资 跟政府出资 国安 用那个国安基金 那出资之后呢 在大学里面呢 它要求这个学院呢 是不受大学法的许多的条文 或者是教师评鉴 教师法 甚至于政府的很多 所谓的防闭的法律 比如说国有财产法 或者是相关的法律 包括预算 会计法 审计法 等等 这些法全部松绑 所以呢 这个研究学院呢 在大学里面呢 它会出现一个 非常奇怪的现象 它的院长的资格 教师的资格 学生受教的时候的要求 比如说 休克时数啊 或者是学位的授业 全部都不需要遵守现有的 已经行之有年 而且是有效的 制度的规范 所以我觉得 它可能会衍生出 非常多的问题 所以简单来讲 它是一个大学跟企业 在学校里面办的一个学院 而这个学院 其实是高于大学之上的 我所谓高于大学之上 就是你刚刚谈到的 各式各样的法令 它其实并没有符合 包括国家应该有的 或是教育体制里面 应该有的法令规范 而是超越了这个法令的规范 所以它的能力 或者它的能量 当然有可能是正面的 但是也有可能会回过头来 对于大学本身是有一些影响 这个影响其实就是在高教工会里面 提到的一个非常重要概念 就是对于大学的民主 大学的自治 可能会造成一些非常严重的侵蚀 这部分可以请周老师 来跟我们说明一下 为什么它会对于 这个大学的民主 大学的自治 有怎样侵蚀 在现有 在这个条例的本身的 这个制度上面 规划上面 法规上面 有什么样的问题吗 我们都知道 大学法的第一条 就开宗民意说了 大学应享有自治 享有学术自由 在法律范围 规范的范围内 享有高度的自治 也就是说 学术自由跟大学自治 autonomy 其实是一个大学 或者是知识追求的一个场域 非常重要的基本预设 那现在在大学里面呢 会因为企业的利益 而在大学里面 产生了一种治外法权 它不受限于大学法 捍卫学术自由 或者是大学自治的 那些相关的法规 那因此呢 这个研究学院 有可能会有非常多 违反大学法精神 或是违反教师评鉴精神 教师法精神的各种各样的作为 那更何况我们知道 国家跟企业联手 因为它里面有一个组织 叫做管理会 管理会负责这个研究学院的经营 它的组成里面有三分之二 不是大学内部的人 国家占三分之一 企业占三分之一 那也就是说 他们有人数过半可以决定 这个所谓的研究学院的重要决策 那这个重要决策呢 我的估计呢 国家在乎的当然就是 所谓的国家的整个经济的成长 那企业在乎的是什么呢 利益的追求嘛 那利益的追求跟国家的总体的经济指标的成长 这两股系统性的力量 进入大学之后 那个追求学术 追求真理的那种大学的内在逻辑 可能会严重的受到扭曲 也就是说 我们讲个具体的例子 这个具体的例子在美国就有发生了 美国有一位前哈佛大学的校长叫Derek Buck 他有一本书 有翻成中文 叫做大学合架 他就提到这个问题 如果企业进入大学的话 那我们会合理的问这个问题 如果企业赞助某些实验室或研究室 他们的研究成果 如果是发现对于企业的利益来讲 是有抵触的 请问这个学者能发表吗 同样的道理 我们在台湾的研究学员 如果企业出资超过二分之一以上 他有很大的决定权 会影响大学内部的学者 你是不是一定要研究出 或者是你要培养出 为企业服务的人才 来跟研究成果 如果你研究出于学术的诚信 所谓的scientific integrity 你研究发现 企业所要的东西 跟我研究发现是有抵触的 你能不能发表 你如果发表 企业就收手 就撤回资金 那这个学术自由 显然就是就放在一个非常危险的悬崖上面 也就是你会担心就是学术本身跟这个所谓的企业 或是这个资本之间某种程度上面 它应该是一种分离的 甚至它是一种各自独立的状况 那一旦这个企业作为一个学校的或是这个学院资金的主要来源 那它的研究的方向或者是它的研究的结果都有可能会遭到扭曲 那这个其实有跟媒体的经营其实有点点类似 其实我们也会期待媒体应该是一个独立的 所以对于媒体的老板是谁 这件事情是要有所限制 要不然如果你今天报道的东西 跟你老板的利益抵触的时候 你这个媒体的独立就会产生很大的问题 那这个其实是一个 这社会里面本来就不见得是一个 什么学术有多么伟大 多么高超 多么超然 而是那个本身有些机制的独立性是很重要 可是回到一个现实的状况 台湾的大学早就已经不是那么独立的 企业经营大学有很多 企业赞助大学也很多 产学合作也很多 那多了这个条例有那么糟吗 反正也没有那么好了 那或者说这样子走下也不见得是全然不好 那为什么还要反对呢 就是它似乎某种程度是一个现实现况 已经存在的东西 然后现实现况好像也就这样子过了 中翔说的很有道理 其实从大学成立的历史上来看 无论是台湾的大学的历史 或者是整个世界大学的历史来看 学术自由一直都是面临非常非常多的力量的夹杀了 比如说在1810年的时候 红宝 德国的红宝成立了一个柏林大学 当时他也必须要抗拒当时的政府 希望大学就是为了复国强兵而成立的 所以他也想尽办法要说服当时的社会大众跟政府 就是大学对国家最有用处的地方 就在他追求真理 不讨论他的utility实用性 结果他成功了 那台湾的大学历史上面 确实即便是从日治时期来看 大学一直都是为政治 早期是为政治服务 那近来这20多年来 可能为资本主义服务更多 那在日治时期 他为了拓难 所以像台大 你们知道 台大为什么会有野林大道 其实就是在提醒台湾的大学知识分子 比勿望难养 所以政治干预一直都有 那国民政府时期 当然也有政治干预 那最近这 虽然那个民主化解研 但是市场力量很快地进入了 台湾的各个大学 所以学术自由 大学自治呢 一直受到系统性力量的干预 特别是政治跟经济 但是你也说到了 就是产学合作 当然过去也存在 不过产学合作 至少还保有两个独立的个体 一个是企业 一个是大学 那现在的这个 所谓的重点条例呢 它非常有可能会使得 大学里面成立的这个研究学院呢 失去了主体性 所以这两个会不太一样 那像自经区呢 也有同样的问题 它可以让国外的大学 在台湾呢 几乎等于是成立一个租界 然后这个地方呢 就完全不受国内法的规范 也就是所谓的治外法权 上权辱国 那现在呢 这个上权辱国呢 不是国外大学 是企业 所以它跟过去的产学合作 不太一样 而且过去的产学合作 它基本上 就是学校提供设备 提供技术 人才 研发 理念 大学提供 企业提供资金 它这样的合作方式呢 所产生的利益 它必须要回馈 回馈给大学 至少百分之二十啊 可是现有的这个重点条例呢 它不超过百分之五的回馈 甚至于如果另有约定的话 可以完全不用回馈给学校 这简直就是真的是 上权辱校了嘛 对 是啊 OK 所以这样子讨论起来 我们可以看到 它的确是有很多的问题 那刚刚特别谈到说 跟资金区 其实高教工会也提出 这个跟资金区 是非常非常像的 那我也知道有些立法委员 他们在审议的时候 也在担心一个问题 会不会有中国因素 趁着这个资金资本的方式 进入到台湾的影响 台湾不只是在 这个企业的导向 甚至学术自主 可能都会产生一些问题 不过这样子说起来 好像这个条例很厉害 但是如果我们再仔细的 看这些条例的内容 它并不是完全没有监督的机制 就是说它可能有包括 这个监督的这样一个委员会 我们先休息一下 我们再回过头来考论一下 到底这个监督机制有没有用 它到底跟过去 马政府所提出来 资金区有什么样的关联性 以及台湾的这种 所谓的学校 到底怎么样更符合 这个社会某种程度的 实际的需求 不管它是在于 所谓的社会服务也好 或者是在于所谓的人才培养也好 我们先休息一下 各位媒体大家好 今天我们召开高教公会召开记者会 是要揭露这周正在立法院教文委员会 审议的重点领域产学合作 及人才培育创新条例 其实它的内容不但将会造成 我国高等教育重大公共性上面的破口 演变成严重的大学危机的来源 而且就其内容实际上跟过去 已经在立法院拍死腹中 并且被社会大众所反对的 自由经济示范区特别条例 里面教育创新的内容 是如出一侧的 立法的逻辑跟草案的内容 几乎高度雷同 所以在这样的一个 我们认为对于高等教育发展 会造成巨大影响 甚至负面冲击的草案 我们呼吁立法院教委委员会 不应该贸然草率审议 应该要先高度的跟社会大众 以及跟学界同仁 进行多方面的沟通协商工厅会 并且对法案进行充分的评估 才应该要做具体的审议 法案的内容实际上截至目前为止 行政院提出的草案版本 在推动的过程里面 因为并没有跟各界进行任何的公厅会的程序 实际上绝大多数的学界同仁 都是到了最近立法院要审议的时候 才忽然意识到 怎么跑出了这样的一个条例内容 所以我们工会才仔细的 根据行政院版的内容 进行了分析 我们发现到 这个法案的版本 是高度的 跟我国的大学的法制 可以说做了一个天风地裂的一个变革 如果这个草案贸然闯关 未来我国的国立大学将会成为企业的租界 甚至是企业的殖民地 国立大学受到纳税人高度的经费的资助 他应该是要以追求学术 追求教育 作为他最高的目标 结果在我国政府里面 规则的草案 居然是让国立大学可以划割出一块来 不用受到相关法制的管制 高度操控我国大学法的基本规划 杜绝掉校园民主内部的参与跟监督 以及葬送掉教师自治专业自主 以及大协自治的基本原理 我们认为这种规划的方式 完完全全是开时代的倒车 让现代民主的大学治理 成为这个会被企业 租界企业殖民所志意掠夺的对象 欢迎回到灿烂时光会客室 节目的现场 我是主持人管宗祥 灿烂时光会客室 是由公民行动营记录资料库独立制作 所以我们的经费也是来自于民众的捐款 也欢迎大家透过各种不同的方式来支持我们 不管你是订阅 是在分享或者是直接捐款给我们 都是支持我们非常重要的力量 这也是所谓的独立媒体 非常重要经营的原则跟精神 今天要来跟大家谈到的 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议题 就是在上一段节目当中 有念了一个非常长的名字 我还是记不起来 我要再把它重新念一遍 重点领域产学合作 及人才培育创新条例 这个是行政院教育部 这边提出来的一个希望 能够去促成国家发展 在大学里面设立一个新的学院 那刚邀请的这个我们今天的来宾 周平在跟他谈这些议题的时候 我们看到有的确有非常非常多的问题 那我们接下来还是要请教这个高教工会的理事长周平老师 周平老师你好 刚刚我们有提到在这个体制的设计上面 它事实上是一个在大学之内 但是超越大学的一种设计 高教工会的秘书长 这个陈上智也提到 他是在学校里面养怪兽 但是如果我们再回到这个条例的本身来看 他似乎也没有这么的放任吧 我所谓没有这么的放任 就是到底哪些产业要进来 到底要怎么设立 他事实上还是有一个审查的过程 这个国家政府还是有一个审查的过程 进来之后 其实他是有一个管理的机制 那除了管理的机制之外 其实他们也设计了一个监督会 监督的机制 所以看起来从教育部的角度来讲 就是你在设立之前 我们有一个审查 你在进来之后我们有管理 那我们还是同时存在监督 那这个这样子就没有问题了吗 或者说这样子会有什么样的问题呢 我是社会学训练的 我看事情的时候会兼顾两面 一个是要规范性的层面 一个叫事实性的层面 规范性的层面就是应该如何的问题 比如说应该有审查机制 这个说法当然一定成立嘛 那应该有 而且现在有所谓的跨部会的审议会 跨教育部科技部 国发会跟还有什么部呢 国发会还有经济部 那这个跨部会的这个所谓的审议会 他们当然会审查 大学跟企业他们的合作计划 是否合理 然后在校内呢 也会组成一个监督会 这个监督会的组成里面也有企业 也有政府的代表 当然也有研究生代表 也有校内的专业老师代表 他们组成一个所谓的监督会来监督成立这个学院 这个学院会有一个管理会 那监督会负责 这个审查这个管理会的任何的作为或者决策 那这个管理会呢 它内部的经营 可能会牵涉到一些课程的安排 或者是招生的相关的问题 或者甚至于毕业资格的认定 那他们会有一个产学评议会 可是这样听起来不是很可怕吗 就是我们现有的大学里面 早就有已经有校务会议 教评会或者是教师法的规范 那甚至于师资 院长的资格跟教师的资格 我们都有教育人员任用条例 我们有三级三省 三级三省的审查机制 这些全部都可以被架空 都可以被架空 可以被架空 所以它真的就会在一种非常例外的情况下 我刚刚讲规范性看起来都有监督机制 但是在实然面 就是实际运作上 台湾的高教历史上有非常多的弊端 就是在法律虽然有监督的机制 但是实际的运作上面 我们的华人文化 台湾的一种比较不好的文化 就是阳凤英维 所以这种实际的运作上面 因为权力跟利益的扭曲 可能 更何况我们现在有那么多制外法权 所以它可能会衍生出非常多的问题 比如说假学历的问题 或者是假产学成果的问题 为了要骗政府的国发基金的进入 可能会有一些作假的事情出现 我觉得这些都是值得忧虑的 所以刚刚谈到那些防币的机制也防不了 防不了 所以在这个过程里面这样子讨论下来 我觉得有一个还蛮有意思的东西 就是为什么在大学设立 就是大学有现成的防射土地 或者是人员 还包括生员 这个其实是可以对于学院成立 是有一些基本的好处 而且它可以接受很多的成本 但是其实它在整个经营上面 其实又是为了企业而存在 但是这个为了企业而存在 它也没有一些相关的 应该要有的刚刚谈到的这种回馈的机制 或是所谓的监督的机制 所以它会让大学变成不像大学 或大学原来的精神会受到影响 那如果实际上我其实有点搞不懂 为什么我不直接 政府就是另外成立一个新的学院 或是新的机制 或是系列干脆来办 办学校就好了嘛 就是它只要培养什么样的人才 那就去弄 不要来去干预到大学原来的自主 不是吗 是这个所以我们有必要来看 这个所谓的宏观的 台湾的整个所谓的政治经济学的问题 就是台湾长期以来的企业的利益 常常是建立在所谓的OEM 所谓的代工程度 所以那个所谓的中小企业 透过这种所谓的外协力网络 来抢到非常多的订单 但是最大的问题就是 台湾一直缺乏研发部门 也就是说契约不愿意出资 在自己的企业部门里面成立研发部门 而且他们也没有回馈大学 也就是说台湾的大学 培养出非常多的人才 后来进入企业工作 但是在求学的期间 他们必须要缴非常多的学费 特别是私立大学 他们缴这些学费的时候 企业并没有任何的照顾分享 那这些非常便宜的这些优秀人力 后来进入企业 那所以我的想法就是这样子 就是说现有的这种重点条例的做法 等于是让企业不需要 在自己的部门成立研发 然后聘用一些 我们现在不是有那么多流浪博士吗 这些高阶人才进入企业 领一份非常decent的薪水 然后为这个企业进行研发创新 无论你称它为什么 但这样是最好的合作方式 可是现在企业要减现成的 就是在大学里面 它可以捐资一部分 然后就可以成立两三个 每一个大学成立两三个博硕士班 然后这些博硕士班的学生 可能会目前算起来初步 可能会有两百多位 他们可能就会获得非常少的 不是完全的薪资 可能是一点奖学金 用这种方式 他们的研发成果 却可以让企业减现成的作响其成 这个是非常对企业来讲 非常划算的做法 所以照理说企业 任何有企业伦理的 台湾的企业 所谓的重点企业 你应该要在自己的公司里面 成立一个非常大的研发部门 让你自己内部的 这个所谓的研发专家 能够对你企业的需求 规格进行改善 转型提升 你要在大学里面 要转了好多手 它也不见得直接对你的企业 会有帮助 更何况 你会用非常低成本的方式 来利用这些人才 而且常常培养出来 又会被企业嫌弃 没错 或者是 另外一种相反的现象 就是这些学生 有没有选择 毕业之后 有没有选择就业的自由 如果他受惠于这个企业 他是不是就一定要为这个企业 好像是卖身器一样 一定要进入这个企业 这可能也会衍生出很多的问题 不过这个可能以后的 也许会有 但是还不是很确定的一种状态 其实对于高教工会 或是在这些的记者会当中 一直有另外一个重点 就是资金区 刚刚周平老师也提到 在蔡英文在野的时候 其实对于资金区 也提出了非常多的批评 可是资金区 其实在资金区里面的 大学的相关的部分 大概只有几个条文 可是我们看到 这个其实是一个条例 那这个显然在法治上面 法规上面还是有一些不同 那第二个在精神上面 资金区可能是一个自由市场 然后一个国外的企业 他可以到台湾 类似变成是一个特区 那但是这个其实也不是在 针对广泛的国际来 这种所谓的招手 而是在对国内的企业合作 那这样看起来 还是有一些不同的地方 为什么高教工会会觉得说 这个其实是一种资金区的 这种所谓翻版或者跟资金区的 这几乎是如注一策的思考方式 教育部长判文中 他有回答这个问题 他认为我们现在的 重点领域条例有53条 资金区跟资金区 其实雷同的部分非常非常少 只有4条 他用这个数字来模糊焦点 然后其实我们高教工会秘书处 林柏仪他很努力的核对了 事实上至少有7条是雷同 甚至于某种程度是复制贴商 也就是说当年蔡英文批评的 马政府的这个资金区 他现在有很多地方是高度雷同的 而且这不是数字的问题 就是说到底有几条雷同 而是最关键的那些条文 全部都是几乎一样的 特别是当然因为细节有一些不太容易记得 我记得的就是那些所谓的治外法权的 不是用大学法的 甚至于师资 我们知道一般大学 我们在聘任师资的时候 必须要在公共的所谓的媒体公告 然后广真让大家来进阵 那这一条在资金区跟在重点条例都不需要 也就是说他聘任的人是可以私相授受的 这个是非常非常严重的问题 这只是其中一例 所以资金区跟重点条例 其实有好几个非常关键 会影响大学的所谓的品质 或者是自主性跟学术自由的条文 其实是几乎是一样的 所以大家也可以仔细核对一下 因为我们高教工会有整理了一个对照表 所以不是只有四条而已 所以有多达七条 而且这七条其实就是关键 这个在我们的节目的内容上面 我们也可以同时看到这两个条文之间 这种所的差异 我们用表格来去呈现这样的一个不同的地方 所以如果你是听Pocket的朋友 也欢迎到公共的网站来看相关的资讯 或者到高教工会也有相关的这种讯息 那我想还有一个更严重更根本的问题 就是大学一直被认为跟社会是脱节的 那不管是产学合作也好 或者是我们看到的一些计转的计划也好 或者是现在看到的这样的一个重点条例也好 事实上它背后可能都有一个想法 就是虽然从高教工会的角度觉得 这个好像是一个上学人辱校 可是他们可能会有一种说法 就是它跟社会是可以接地气的 是可以连结可以让我们学生未来是有好的 这个更适合于生存的技能 我想这个可能也会有很多的大学 或是很多的学生 或是有很多的这个家长 也会很认同这样的一个条例 因为他们不见得需要有 对很多从现实来讲 我们就是要在这个社会里面活下去工作 这个是根本的问题 那如果觉得这样的做法不好 有什么方法是可以让大学更接近这个社会 或者是它的所谓的实用之间的关联性 是可以更密切更连接的 当然大学的知识 也有很多学者提出这样的讨论 比如说我们到底学习的是所谓的practical knowledge 实用的知识 还是我们在大学中的学习就是为了知识本身 知识本身就是目的 还是说知识其实有一个外在的目的 那个外在目的可能是就业 可能是富国强兵 那我可以提出一些学者 比如说像洪宝 一个德国非常重要的教育家 或者是在英国 或者爱尔兰 有一位叫做纽曼 他们其实在18、19时期都大声疾呼 其实在大学当中 我们某种程度要维持它的自主性 要跟社会保持距离 这样子这个大学所追求的知识 追求的真理 才能够更加的无条件 更自由 而最后的结果 可能会是非常巧妙的 它反而对国家有帮助 对社会有帮助 太过于短视尽力的 在大学里面学习那些 现在企业 或者是社会就要的东西 它反而无助于这个社会 更往前 前瞻性的更往前提升 也就是说具体来讲 台湾的企业常常会要求大学要学用合一 对不对 学用合一 台湾的企业要求的是什么 我现在中小企业要马上就可以上手的大学生 对 这个马上就可以上手的意思是什么意思 就是你不要学太多太先进的东西 你学的东西就是我现在所要的 对 如果是这样子的话 台湾的企业很难转型提升 如果大学一直保持跟企业的距离 那么大学里面的训练 如果是一种非常高的 高的自我要求 就是说我要创新 这也是大学的存在逻辑 那么他进入企业之后 他一定会对企业现状有所不满 对 他一定会帮助这个企业思考 如何转型提升 但是我们企业似乎不要这种人 我们要的是现成马上就可以上手 激战力 对 所以这种情况下 其实短期看起来是对企业有利的 长期看起来是对台湾整体的经济结构是不利的 我另外要提一点 就是金耀基 有一位学者 他曾经写过大学的理念 及其性格 这篇文章里面他也问了这个问题 就是到底大学是一个象牙塔 还是社会服务站 当然众说分营 各有道理 我当然也不认为我们要在关在象牙塔 所以现在教育部也推动 管老师现在也在做大学社会责任 对不对 就是走出校园走入社区 但是我觉得责任这个字 我们不要误解 如果责任 responsibility是被动的承担责任 比如说因为有奖补助款 所以我们就申请了好多计划 我们要进入社区进入社会 这种责任可能不是真心诚意的 responsibility其实这个字分成两部分 一个是response 回应 ability 能力 主动回应的能力 最好的大学社会责任应该就是保持他的自主性 保持他的学术自由 那我也不反对他跨越大学的围墙走入社区 但是他我们也要捍卫希望留在大学里面追求真理的人 他享有高度的学术自由 现在变成全民都要跟企业合作跟跟社会绑在一起 好像就是一切都是大学成为社会的悲女 当然这形容词不太好 但是我的意思就是说大学的自主性消失对国家 对整个社会来讲是不好的 简单的是说如果我们一直思考大学消息是为了企业 或是直接跟企业接轨 他事实上他能够做的就是符合现状 对 这符合现状他就没有办法再有更多的创新 上上提升 对你而言或是对很多的大学的老师 就是我们教的可能是一个思考 是一个批判 那当然不是说你不教技能 只是说在教技能的同时 这些思考跟批判也是同时存在 所以会养出或者是培养出一群对现况不满的人 他才有可能去提出新的想法 改变现状 新的改变的可能性 要不然他还是符合现况 那这个社会就没有办法进步 可是再回到这个条例的本身 他事实上这个条例是跟国家发展有关 比如说他会跟重点企业重点产业的发展有关 那他当然也不是完全在符合现状 他也对何他而言 他可能会觉得他也是有某种的创新 或是有一种前瞻性 可是这种前瞻性的方向前瞻性的做法 万一这个条例最后是通过了 你觉得对整个台湾的国家发展 或是产业的发展 大学的发展会有什么样的一些影响 我可以从一位社会学者 叫做华勒斯坦的观点来看 华勒斯坦认为资本主义 它现在已经是一个全球分工的状态 这个全球分工的状态 就是一个世界体系 也就是说现有的经济 它作为一个世界体系 在全球分工的情况之下 里面有分核心国家 边陲国家跟半边陲国家 台湾现在目前可能是比较接近在半边陲 那核心国家呢 它掌握了品牌 掌握了研发的优势 那边陲国家呢 它是被动性的 它是高度依赖的 它可能只有单一产业 特别是农业 矿业 那台湾呢 可能掌握了一定的 所谓的代工的优势 技术上的优势 但是呢 自由品牌也非常非常少 即便是我们的护国神山 台积电其实大部分也都是代工为主 只不过它有技术上的优势 特别是晶片 那如果我们以巴西为例 它高度依赖核心国家 生产的单一作物 而且是经济作物 就是咖啡 长久的合作 它长话短说 造成巴西外债非常多 然后越来越贫穷 而且它没有办法生产生计作物 它必须要跟核心国家进口 机械跟那个所谓的肥料 非常贵 可是它的出产的产品呢 就非常便宜 那台湾的产业所生产的 即便不是咖啡 可能是电子产品 或者是半导体的 各种各样的相关产品 但是呢 我们知道因为世界各国 也有很多竞争的相关的国家 产业相关的国家 所以台湾的毛利 其实消得非常低 有人称之为毛三到四 就是毛利只有三到四 那么低 这种情况之下 其实我们做得非常辛苦 当然台积电现在的毛利 是有增加的 但是如果我们是考虑到 核心国家的需要 而成立了 在大学成立一个独立学院 让企业能够满足 就是产量的增加 因为大学帮他培养这些廉价劳工 那么我们很可能会掉入巴西的陷阱 我称之为巴西的陷阱 就是台湾单一发展重点领域 是因为核心国家需要 比如说半导体 或者AI 或者是其他 如果是这样之后 我们可能是高度依赖核心国家 这种高度依赖的大学的 偏颇的发展重点领域 不利于国内的基础科学的发展 因为没有一个研究学院 会以基础科学为主 他一定是应用科技 因此重应用 轻基础 甚至于放大来讲 重应用科技 轻人文社会 这样的现象会更加恶化 长久来看 对台湾的整体的知识发展 台湾整体社会的各个层面的均衡发展 是不利的 有一个学者 我刚刚有提到 纽曼 虽然他在19世纪 他就曾经提过这个问题 如果你对知识的整体性 进行了偏颇的选择 比如说你偏好某一个知识 那么对其他知识是不公平的 知识基本上应该有平等的地位 他们之间会互相补充 如果所谓的重点领域 就是偏重少数的知识 比如说半导体 而忽视其他的知识 那么对于纽曼来讲 其实他对于知识整体性来讲 他是一个支离破碎的伤害 不只是伤害其他知识被忽视 这个知识本身 他最后也会遇到瓶颈 我觉得这个非常适用于 今天我们对重点领域的观察 因为重点领域 单面强调少数几门知识 而且是立即有用 就是所谓的utility 这些领域 这些领域基本上他也必须 他也需要基础科学作为后盾 但是如果重点领域会忽视了这些基础科学的话 那么这些重点领域可能在短视近历会获利 但是如果其他的什么后进国 他在技术上也追上来了 也许核心国家就不要我们的半导体了 或者是其他产业 这时候那我们的研究学院要做什么呢 我们就要考虑退场机制了 那确实他也有退场机制了 不过这个退场机制 我们当然不希望他发生嘛 可是这样的操作方式很有可能 很快就有退场机制要发生了 我想这个大学教育很强调 一个叫全人的发展 但是如果你刚刚谈到 只是培植某个重点 先不管他是不是临驾于大学之上 这种所谓的培植某个重点 事实上会让这个人 他可能某个手指非常的巨大 但是他其他都是萎缩的 或是眼睛非常巨大 这个人本身 他的整个功能上面一些调性 或是这个人某种程度上面 他可能一开始觉得手指很大 眼睛很大很厉害 他最后可能是毁掉 手指很大可能是中指 对 所以在这里面你也可以看到一个 更大的一个问题 就是刚刚一直在讨论 这样的一个条例会对于所谓的大学自主 会产生很大的影响 但是如果我们放大来看 从一个国家发展的角度来看 他恐怕也会对国家的自主 也会产生很大影响 因为你还会持续的依赖 在刚刚谈到的这种 所谓的核心国家的发展 而他会过头回过头来 影响你的是 你只是会某个手指变得很厉害 某个眼睛变得很厉害 但是你整体来讲 是有很大的问题的 今天非常谢谢周平来接受我们访问 希望下次再跟你警较 相关的问题 我们下回再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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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